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習近平的百年變局背後 隱藏中共改變國際秩序的野心 在出訪俄羅斯和普京會談後 習近平這月中到中共南部戰區海軍視察 4月27日 中國事務專家程曉龍博士 在自由亞洲電台發文 分析習近平今次視察背後的重要信號 程曉龍指出 中共官方傳媒報導顯示 習近平對南部戰區海軍機關訓話的時候強調 海軍要加深戰爭和作戰問題研究 創新作戰概念和作戰方法、訓練方法 程曉龍認為 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 中共海軍的演習訓練 到現在都沒有按照戰爭狀態來進行 仍然是單純的常規演習訓練 所以有點像做樣 虛擬不實 習近平還說 要大力發展新型作戰力量和手段 把握新狀態戰鬥力建設特點規律 推動新裝備、新力量 加快形成實戰能力 程曉龍指 這句話實際上講出了中共海軍的根本弱點 就是 它雖然是一個新裝備 例如艦載機、導彈等等 但是這些裝備的運用 並沒有達到戰爭需要的熟練程度 也就是與海軍進入導彈作戰時代之後 所需要的新狀態戰鬥力 有很大差距 換句話說 中共仍然在探索海軍艦船 進入海上戰鬥狀態之後 如何自保 又如何有效地形成實戰能力 就是說 中共海軍仍然是新手 這麼多年來 很少落部隊的習近平 這次罕見離開北京 到站江市七南海艦隊 就是要督促這些新手部隊 加快步伐 聚焦備戰打仗 但是另一方面 程曉龍認為 中共對台灣的野心在於和平統一 而不是武力統一 程曉龍分析說 習近平內政無望 又急於立功 因此對台灣志在必得 不過中共領會到 美國阻擋武力統一台灣的意志 因此習近平變招數 試圖和平統一 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 拉特納在3月 哈德遜研究所的一個研討會表示 美軍有信心 阻嚇中方在2030年前攻打台灣 拉特納引述美國國防部副部長 他說當北京的領導人起來的時候 他們會知道今天不是侵略的日子 我們的分析顯示 中國領導人現在確實是這麼想 美國的阻嚇強效而且有力 我們希望維持下去 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 拉特納強調 美軍會繼續加強阻嚇能力 讓中國知道 侵略需要付出極大的成本 這是北京所無法承受的 程曉龍最後提出 美國情報界最近也相繼表示 北京避免武力統一 希望和平統一台灣 既然如此 習近平為何前往南部戰區呢? 程曉龍判斷 中共的戰爭準備 顯示習近平的圖謀很大 習近平要的是海軍戰力 主要是針對美軍的 中共是準備與美日對抗 中共若和平統一台灣 台灣將會變成中共對外擴張的橋頭堡 台灣會被中共拖入世界大戰 中共對抗國際秩序 吞併台灣的意圖越來越明顯 適逢台灣總統大選前 台灣政界出現各種令人擔憂的聲音 台灣前總統馬英九 28日下午出席希臘的德爾菲經濟論壇 他的頭銜一直被論壇矮化 一度被稱呼為台北前領袖 最終在台灣抗議下改為中華台北國民黨前主席 始終沒有被證明為台灣前總統 雖然普遍認為他被矮化的幕後黑手是中共 但馬英九在論壇上卻批評蔡英文總統不應該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互不遞屬 馬英九總堅持說中共不會佔領台灣 也不會干預台灣2024大選 對於馬英九上述的言論 台灣陸委會回應說 馬英九在希臘對台灣憲法進行個人解讀 並以此為藉口信應中共的說辭 在外國人面前批評台灣現任總統一再失態 令人深感遺憾 台灣主持人于美人宣布 以無黨籍身份參選台北市立委後 近日受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邀請 參加座談會時談到馬英九訪中 于美人說 日本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在Facebook發文說 矢板明夫舉例說 三國時期劉表病死後 世子劉重被周圍人湧立接任經周牧 時奉曹操大軍壓警 劉重選擇開城投降 也就是選擇所謂的委屈的和平 但據三國演義的描述 曹操將劉重及其母蔡夫人顯送青州 卻暗中命令部長于禁 在半途將他們截殺了 此版明夫說 劉重是否真的被殺有待考證 但行曹之後史書沒有關於他的記載 劉重就這樣在歷史舞台上消失 此版明夫最後寫道 委屈的和平不但性命難保 還說不定要受到怎樣的侮辱 即使一再受到主辦單位更改銜頭 台灣前總統馬英九 28日下午 仍然出席了希臘德爾非經濟論壇 在今次的活動 他不僅批評現任總統蔡英文的兩岸論述 違法又違憲 還說中共不會佔領台灣 也不會去干預台灣2024大選 台灣各界就馬英九的這番言論作出回應 29日立委黃定宇回應說 馬英九先生甘願以超級矮化的 中華台北國民黨前主席身份出席國際會議 在國際場合作為一個前任的民選元首 但是就落於攻擊自己的國家 勇於詆毀自己國家的現任元首 甚至根本不具備解釋憲法的權力 竟然曲解憲法 曲解我們台灣現狀 那是要將台灣綁入中國的一部分 馬英九在希臘論壇一再宣稱 主張台灣不遞屬於中國是錯誤的 甚至在國際舞台要求台灣民選的總統蔡英文 為了台灣不遞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言論道歉 他這樣的所言所行 不僅嚴重失格 也即企同誤導國際社會 對台灣的聲援 以及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認知 而這樣的主張 完全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 合理化洗白了解放軍對台灣的軍事威脅 有了馬英九 中共節省了很多事 有了馬英九這些荒謬言行 特別是在國際上的荒謬言行 台灣還需要什麼敵人呢? 馬英九在國際舞台這些失格 傷害台灣的所言所行 我想台灣社會應該要嚴肅地思考 馬英九先生是否還有資格 接受納稅人提供的 前任總統的種種優秀待義 他配得上這些禮遇嗎? 我覺得我們台灣社會 應該要認真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 據自由時報報道 台灣陸委會回應說 馬英九不僅對兩岸爭議的原委 作了與事實完全相反的說法 更利用現場聽眾 無法理解兩岸關係爭議的情況 信應中共的說法 並且借機在外國人面前批評現任總統 這樣的再度失態舉措 令人深感委憑 亦是國人無法接受的事 陸委會呼籲馬英九 不應該一再作出 令國人無法容忍的舉措 另外據《民事新聞》報導 行政院長鄭文燦表示 兩岸互不遞屬既是事實 亦是民粵的主流 他亦痛批馬英九 在國際批評台灣的做法失架 在與習近平的通話中 華克蘭總統扎蓮斯基 被中共出了兩大難題 與此同時 俄羅斯總統普京 面臨一個迫在微節的威脅 當地時間4月28日 華克蘭國防部長 熱斯尼科夫在一場有多家通訊社記者的新聞發佈會上說 大返工已經準備就緒 只要上帝願意 只要天氣條件允許 指揮官隨時下達命令 CNN報導說 目前雖然已經是春天 但積雪溶化後 泥土還未乾透 泥寧會令坦克和運兵車卡在路上 所以要等待天氣變化 至於裝備問題 北約秘書長 史特-騰伯格透露 之前答應給烏克蘭的戰車已經送出去超過98% 這代表超過1550部裝甲車、230部坦克和大量彈藥等裝備 接近交戰前線的CNN首席國際記者尼克·佩頓·倭爾什 在28日節目中描述 烏克蘭軍隊反攻的勢頭越來越明顯 他們快速瞄準俄軍目標 發射後僅用30秒就撤離 俄軍的反擊炮火馬上就會過來 但如果說烏克蘭方面是精準出擊的話 那俄軍就不是了 俄爾什說根本不知道俄羅斯要打什麼 他們就是想用密集炮火阻止烏軍的反攻 除了前線之外 最近更有消息說 在莫斯科郊外發現烏克蘭無人機的身影 飛機還再有炸藥 台灣政治評論人李政浩在關鍵時刻中說 氣象預報說烏克蘭將於5月1日放程 之後預計大反攻就會開始 而莫斯科勝利日大閱兵將於5月9日登場 烏克蘭無人機現身莫斯科釋放的信號就是 如果大反攻短期沒有戰果 那烏克蘭就偷襲大閱兵 估計除了派往前線的力量之外 俄羅斯會將大量軍力投入閱兵 T-72、T-80、T-90等各種坦克或會被烏克蘭日網打盡 總之對烏克蘭來說各種變化都在醞釀當中 在這個關頭 習近平突然與習連斯基通電話 台灣國防院學者蘇紫雲對《自由時報》分析說 習近平並不是為了和平 而是因為中共一來想雙面壓補 扮演俄烏之間的劇場派 而來想扮演新的國際秩序中的仲裁者 不過習連斯基輕鬆曝光北京的虛偽 法新社報導說 習連斯基在28日一場記者招待會上表示 他在通話中請求習近平被俄羅斯歸還被綁架的烏克蘭兒童 這也是國際刑事法庭上個月對普京發出逮捕令的原因之因 北京至今沒有就此做出回應 法新社還報導說 習連斯基在記者會上還透露 他警告習近平不要向俄羅斯出售任何武器 而就此問題他得到習近平積極的回應 有觀點認為 習連斯基曝光他與習近平通話的勁爆內容之後 普京會大怒 不過美國之音29日發表署名江峰的分析文章指出 習近平打給習連斯基的這通電話 意味著中俄特殊關係正在形成 江峰說烏克蘭大反攻可能令俄軍全線崩潰 令戰爭比預期更早結束 繼而令俄國二月革命重演 二月革命令俄國皇帝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 俄羅斯帝國滅亡 江峰說在此之後 G7首路峰會將在五月中旬在日本廣島召開 屆時將出現一個與二戰中太平洋戰爭的最後階段非常相似的局面 美國向南韓承諾的核保護傘威懾模式 可能會在G7峰會上成為西太平洋地區的標準模式 也就是說一個太平洋北約呼之欲出 江峰認為 就在這個背景下 中共駐法大使盧沙野發表了引發巨大爭議的談話 這其實是在俄烏戰爭張結束 國際著手安排戰後秩序的時刻 北京終於試下面紗 公開中俄結盟關係 這也是習近平和澤連斯基通話的目的 中方準備出面庇護俄羅斯 保住俄羅斯政權 中方的目的 一是避免顏色革命 或是1991年蘇聯解體的音樂在中俄上演 二來在俄烏戰爭結束之後 新冷戰將開始 這次北京要扮演大歌大 來對抗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俄羅斯無論是作為盟友 還是作為競爭緩衝區 對北京來說都是重要的 221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 基斯杜花雷 在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聽證會 表示 中共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它的網絡威脅規模無與 Mercier 黑客的數量更是美國FBI網絡人員的50倍 據美國之音報道 基斯道法雷當日在聽證會說 中共政府通過說謊 欺騙和偷竊來超越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一個關鍵領域 就是網絡 他指出中共網絡威脅的規模是無與倫比的 他們的黑客計劃比其他所有主要國家的總和還要大 攝取美國個人和公司資料數量 比所有其他大大小小國家攝取量的總數還要多 即使要所有FBI網絡人員都專門對付來自中共黑客的攻擊 仍然不夠 因為中共黑客的數量仍然將會超過FBI網絡人員至少是50比1 基斯道法雷向議員講述 現在網絡攻擊的目標經常集中鎖定 和美國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基礎建設和服務 例如醫院、學校、通訊設施等 所以他希望國會能批准為FBI撥款 超過6,300萬美元用於新增接近200個網絡安全方面的職位 基斯道法雷解釋說 將這些關鍵資源集結起來 確保FBI持續是世界上重要的網絡調查機構 通過聯合行動和私人部門快速分享資訊來打擊對手 他說在他看來沒有哪個國家 被中共政府對美國的創新、想法 以及經濟安全或者國家安全構成更大的威脅 而且這也是為什麼他們針對來自中共的威脅調查數量 增加了大約1,300% 基斯道法雷還補充說 我們大約每12小時就開啟一項 和中共政府有關的新調查 據報導 FBI曾經多次就中共網絡威脅發出警告 美國情報和國家安全機構 也在去年警告說 得到中共政府支援的網絡黑客 向全世界一系列的目標發動了攻擊 他們利用路由器Router 和其他網絡設備的軟件漏洞 攻陷了一些大型通訊公司的網絡系統 多謝收聽這次的今日新聞再會 指定改正的地區 以下演員會就行殺的 用途復活動